在美国就一定得需要像这样的特别专业的保试人员 对,就是说你有一个健康的人 因为你不健康,你谈不到一切 身体是能给你,实际是我们的载体 如果我们这个载体出现问题之后,你还谈什么 第二个就是说你在美国会遇到各种这样的税率动物 尤其就是说你自动也大,你的税率也大 第三个就是通常来讲,美国你需要了解的就是它的法律 是吧,因为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就是没有方圆